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你在收听的是City Plus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伊党副主席莫哈默阿玛就证实说 几天前在社交媒体流传着一封以阿拉伯文撰写 而内容似乎在贬低西蒙的信件 确实是出自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手笔 不过他说这封信是哈迪发给全球伊斯兰领袖的私人信件 伊党的其他的领袖起初也没有读到这一份信 以便解释说大马发生的一些课题 还有一些最新的发展 这封信是在哈迪与4月2日受委为首相慕尤丁的 拥有部长级别的首相对中东特使之后 几天发生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时间点上就有很多的联想了 这封信他的日期是在3月22日 当时西蒙已经输掉了 不能够讲输掉 就当时西蒙的政权已经被国盟的政权给取代了 在这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些政治交易在台底下进行 而这封信他的篇幅相当的荣常 主题为和平的改革行动 而非夺权与革命 主要的目的是捍卫国盟的政府 或许哈迪准备进行消毒的工作 解除外界对这个政变所产生的负面印象 而信函的内容涉及的指控西蒙和公正党主席安华 同时也捍卫二月尾发生的洗来灯政变行动 以及为国盟政府的成立而背书 信函的内容就指出说 伊党在2018年大选之前 评估了各种政反因素之后 决定不加入以马哈迪为首的西蒙 同时也不加入纳吉为首的国阵阵营 而要以第三股势力来竞选 收回莫哈莫哈玛 他其实就是吉兰丹州的副州务大成 他就指出说根据他的了解 哈迪的信件是不含有一些中意的内容 相反的只是遭到了一些特定人士的重视化 他说哈迪纯粹只是在讲述大马国内发生的事情 以便全球的伊斯兰运动的领袖 都能够获得清楚的讯息 他说这不存在诽谤撒谎等等的课题 他说据他所知 很多人就已经代表党主席解释了这件事情 有关答复已经足够了 他说没错 他是解释了国内最近发生的一些状况 这是私下的一般沟通 一般上都会存在这种联系 那么简单的解释 就是这是哈迪阿旺 写给一些全球穆斯林领袖的一些私人的罕见 然后不懂得什么原因 谁把这个信函公开了 而且公开的点 相当有想象力的空间 不过哈迪他在信中 就足以分析了两大阵营 包括提出他对个别阵营成员党的特质的观点 比如说他在信中形容 公正党是世俗 而且只讲求实际的一个政党 南远的党员有各个种族 而且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比如说世俗的马来穆斯林 那么至于行动党 则是最大的华人政党 而成性党则是由自由世俗派的伊斯兰为基础 而且该党是由安华跟行动党的领导层 一起筹建而成的 那么这个成性党的目的 就是要从伊党当中分裂 伊党的支持者分裂穆斯林 那么信中甚至也点出说 西蒙获得西方使者 比如说共激会和犹太复国主义 顾问的接入还有支持 不过成性党的主席莫浩莎布 该党全国通讯主任 卡丽莎默就已经言辞反驳信函的内容 卡丽莎默是指出说 信函所写的指控还有揣测虚假 而且是毫无根据的意图混淆 还有污蔑他人 信函的内容也错误的描述 大马的重置现况 旨在回应国际伊斯兰领袖 对伊党的一些质疑 他说哈迪阿旺 是不负责任的利用一些恶劣的词汇 标签西蒙的成员党 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背叛 还有仇恨伊斯兰 那么曾信党认为说 哈迪的指控跟他的这个论述 是企图说服这一些收信人 当他阅读之后 相信西蒙是伊斯兰的敌人 和威胁伊斯兰的存在 那么根据那一套肤浅的论述 哈迪试图合理化伊党的行动 引导这一些人 把西蒙想象成是一个 非常负面的组织 那么他驳斥这些信件的内容 比如说国盟政府 是被迫成立的一个说法 因为这纯粹是哈迪个人的虚构 还有想象 那么事实上 西蒙站稳立场 这是曾信党的观点说 他们坚定的支持马哈迪 同时也捍卫伊斯兰 还有穆斯林的权益 那么如今 这个事情在马来社会 以及在阿拉伯的社群当中 激起了很多的讨论 那么到底 哈迪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或者是当初他撰写这一封罕见的时候 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不过整体上来说 他的这一封信函的内容 都已经是能够回应 当初就是过去两年期间 马来社会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社会里面 出现那种伊斯兰的那种担忧跟焦虑 因为他在信中有强调说 目前的这个穆斯林的议员 人数是比其他的派系来得少 而且他们当中 很多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 那么穆斯林担心 他们的这个权益受到侵蚀了 那也要请你呢 持续的留守在 CD Plus主编点新闻 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将会关注一下 首相慕尤丁刚刚在下午四点钟 宣布的关怀人民中小型企业 附加配套的一些细节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